我想我們要陳述一件的都已經陳述了 欸 還沒有 還有一位里長 還有一位里長 對 這邊是告訴我四位 沒有 還有我 好 謝謝 好 那里長請 你好 那個代表我們這個廣執福德開發 就佔了大概兩萬批 那我們要陳述的是說 市政府從馬英九總統當市長到現在 我們想想好市長也要到這期12月就要下日 這10年我們要問的 我們很很悲心的就是很可憐 就是台灣的建設要延宕10年以上 這個是我們市政府的一些行政效率 包括你那個解約 定約解約也是市政府在定的 你跟他訂約就好像這個 做一個親家已經訂婚了 你市政府跟他訂婚了又解約 法院都沒有判 判清楚之前 他又要招商 所以市政府要當人民的表算 而不是說任意作為 另外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 市政府要有擔當要比民間公司做得好 大家稍微安靜一下好不好 安靜一下 你這樣打擾我 唯 市政府要比民間公司更有作為 就是說他要開發公司 要環評宿保都市都要一個環評 那個是一個整體 那是我們大人裡一個一個發展 對廣時對台北市的發展都非常的重要 市政府的心態是八年做不好 我們就不談馬英九總統的推動 八年做不好 所以下不到半年要三業績去招標 各位委員想想看 一個整體的開發 市政府就想到錢去消化他的赤字 可是那是整體的開發 你三業績開發以後 另外社會福利大樓跟公園怎麼辦 他就沒辦法整體開發 而且任期不到半年到現在不到四個月了 三十星的案子就是在馬英九總統炒炒就定案 現在郝龍斌就跟著這個角度 因為你有負責任的市政府 應該由下一任的市長整體規劃 他如果做得好 請不要再講話 市政老百姓看到 他就會給他一個肯定 他就會支持這個 這樣子就一個整體的 你不能說有回落的這個三業績 招標一百億 那因為我們當地的居民 附近的強烈的反對到市政府抗議 報紙三到八度出來 所以他企業會流標 所以我們懇請各位委員教授 秉持這個土地正義 你想想看 我們在地並不是反對公營住宅 台北市沒有一個理像我們這麼善良 我們開發接受他的那個老人常常生肖 最後他要暴增到一千五百戶 都沒有問問當地的意見 市政府是這麼蠻恨的 所以為什麼不得民心 所以我最後請各位媒相想看 是不是要留給下一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不能再讓市長酸子欣的案子 到現在又是案子 不到伴侶又要這樣子 他對當地的生活交通 各位委員可以去看看 旁邊都是八米啊 那個道路不變啊 市政府自打嘴巴 公共服務設置不佳 到現在八米還是八米 十一米還是十一米 所以我是希望市政府要拿出你的行政良心 好好的規劃 這樣子五十年以後 我們對市政府跟內政府的委員說 你們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決定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